大家好,欢迎来到冷军说定 十年冬暖时期 群山环绕的小山村内 有一所十分简陋的学校 十字其缺 插队七年的知青老感被派去学校做老师 同队的知青都为老感当上老师而高兴 热热闹闹送他去上任 学校的位置很是偏僻 老感跋山涉水走了一路 才终于在群山之中找到学校 学校里的孩子很多 一下课叽叽喳喳地吵 毫无顾忌地四处乱跑 而整个学校只有校长和两名女教师 如今加上老感也不过四个人 环顾四周 学校的房子是木头大建的 顶上盖着厚厚的茅草 屋外到处画着简笔动画 一看就是出自孩子之手 大家都以为来做老师是个好柴石 却没想到是这般光景 老感的宿舍是个极其简陋的小屋 门床都是露天开放的 屋里只有一把椅子 一个办公桌 一张小床 往上一座 椅子倒了 办公桌塌了 床也晃悠的指向 老感呆呆地从窗户望向远方 对日后在学校里的生活产生生生的迷茫 学校的校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不过为人很是谦和 他热情地欢迎着老感的到来 安排老感负责出三的教学工作 老感听到后瞬间手足无措 他觉得自己只读到高中一年级 就下相当之轻 根本没能力带好出三的课 可学校识字实在匮乏 老感不好意思提出意见 只好接下出三的课程 教育事件甚深的工作 老感生怕自己单薄的知识教不好学生 怀着紧张的心情开始备课 此时 老感才发现 学校的教学环境比他想的还要破败 教材上落满灰尘 每一任老师都是用的这一本课本 而且校长都不知道孩子们学到哪里 老感追追不安地走进教室 装出严肃的样子开始上课 但下面的孩子们时不时发出笑声 让老感愈发紧张 老感就孩子们打开书 结果孩子们只是干笑极深 并没有动 在老感的询问下 班长才说 学校从来没有发过书 都是老师把课文写在黑板上 他们再吵下来 老感就才发现 孩子们的教育环境太差 他跑去找校长反应 看到桌上落得高高的政治学习材料 孩子们没有说 政治学习材料却像小山一样堆着 这样的教育怎么能教好孩子 老感垂头丧气 回到教室 把黑板上的漫画擦掉 开始抄写课文 每次课上 孩子们看老感的眼神 都是无知的门洞 他浑浑噩噩地上课 对教学感到颇为无奈 他能看出 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 但不知道 怎么填补积累已久的漏洞 只好重复着 过去所让无畏的教学方法 深夜 老感看着尖子里的自己 狠狠地吐了口唾沫 他唾起这个自甘堕落的人 第二天的课堂上 老感提问课文的意思 孩子们却说 自己不认识 课文中都是一些基础字 老感质疑他们怎么会不认得 底下的一个男孩 王福 却反过来质问老感不会教 诗字 话词 主题 王福大胆地说出想法 以为老感会生气 结果老感憨憨地大笑 王福的话 点心老感 要教就要认真教 孩子们不会的 想学的 都要慢慢教给他们 老感欣赏 王福的直言不会 更高兴 他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决定要改变 老感必让孩子们不用起力 手也可以随意放 从死板的规矩中 解放出来 他鼓励王福 到黑板上画出不认识的字 带动全班人 都积极上前画字 表达自己对知识的渴求 老感和孩子们相似而笑 他们正在逐渐改变过去 强制关输政治思想的教学 努力释放人的天心 下课后 老感留下王福交流 得知他认识3880个字 并将学过的每一个字 都工整地写在本子上 还精心放置一篇书页做书签 王福对文字认真的态度 和对文化极度的渴求 深深刺痛老感的心 这个诚挚的孩子 叫老感学会上课 让他意识到教育的重要 更让他下定决心 引导孩子们 学习真正的文化 成为属于他们的孩子王 老感回队里看望同伴 偶然得知女之亲 莱蒂手中有一本字典 以前字典随处可买 但现在 只有去省城才能得到 莱蒂的字典是全队唯一的一本 莱蒂看出老感的意思 提出 要以去学校做音乐教师 作为交换条件 他能食谱 会编曲 梦想着做一名音乐老师 可惜老感并没有权力 无法实现莱蒂的梦想 世上的事情说不清楚 人能做成什么事情 也想不清楚 没有试过 就不知道结果如何 老感集成回到学校 莱蒂独自根出来 将字典送给老感 他希望能够和老感合作 一个作词 一个编曲 由孩子们演唱 实现他做音乐老师的梦想 学校外面总有一个放牛的孩子 老感见过几次 问他要不要念书 牛童低声拒绝 老感然不死心地追问 他愿意将牛童识字 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学习文化 但牛童沉默地走开 是留给老感一个无奈的眼神 对他来讲 十字读书看不到未来 还不如放牛能维持生活 群山中想起放牛的吆喝 老感无力地垂下身子 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 他可以学习改变教学 但难以改变大环境下 被禁锢的思想 王福看到老感的字典 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宝贝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得到字典 在一次布置作业时 王福以字典为赌注 证明自己能够在今天 写出继续明天劳动的作文 但老感不相信 他认为只有经历过 才能写出真情实感的好文章 老感和王福 在全班人面前立下读约 校长很快就知道此事 他怕老感输了 会失去老师的威严 管不住学生 老感却认为孩子们都很聪明 应该尽情释放甜心 不需要他去管教束缚 校长无奈 只能提点老感 他这样不按照教材教学的方式 不可规矩 上边知道后会有麻烦 老感苦笑一声 按教材教 根本教不出好学生 他希望孩子们学会独立 诚实 快乐 思想僵化 只学政治材料的人 并不是真正的文化人 这些聪明的孩子 不应该成为社会机器的零件 而应该做创造性的人 天亮 老感带领学生进山砍竹 只见王福光着膀子 从竹林中跑出来 说自己已经赢了赌约 老感跟着王福进山 看见王福的父亲 扛着一捆竹子扔在地上 原来 王福为了赢得赌约 昨晚就和父亲上山 砍出全班要劳动的竹子 并在半夜写完作文 王福的父亲是个哑巴 大字不识 但他希望儿子学文化 为此 不惜一切帮他得到字典 他看到王福拿到字典 喊后地笑着 这是父亲对儿子成才的 殷钱期盼 王福以为 他赢得赌约 老感觉告诉他 字典不是他赢的 而是自己送给他的 赌约定的是昨天 写出今天劳动的作文 但作文是昨天写的 劳动也是昨天做的 他并没有完成赌约 老感觉自教于王福 要写一件事 永远在时候 没有实践 就出不了真相 王福这才明白 他输了赌约 字典并不属于他 老感将字典送给王福 他没有收下 而是决心 将字典上的字 全部抄录下来 这才是真正属于他的知识 厚厚的一摞黄麻痣 王福每天都冲控抄写 白天用石墨做拙 夜晚 接老感的油灯 汲取他梦寐以求的知识 知情们顺路来学校 看望老感 他们已经太久 没进过教室 其后要上老感的课 来地充当班长 老感摆出老师的威严 叫他们把手放到背后 一本正经地讲着 从前有座山的故事 知情们跟着老感一块念 兴奋地拍着桌子打节奏 老感也在讲台上 跟着朗诵声做出动作 他们压抑得太久了 在这场玩笑的课堂上 终于释放个性 喊出自己的情绪 故事从一个教室 传到另一个教室 孩子们也跟着喊起来 老感听着孩子们的声音 声色有些激动 他仿佛看到生命的朝气 正露出门芽 傍晚 知情们准备返程 莱蒂给老感做顿饭的借口 留在了学校里 莱蒂在老感的宿舍 看到正在朝字典 他早就听说王福的事情 打算将字典送给王福 不料 王福依然拒绝 他现在要抄 毕业后到达对劳动 还要继续抄 这是他对学习文化的唯一方式 也是心里的一份执念 临走时 王福同莱蒂道别 称他为老师 莱蒂认神 他梦想中的一句老师 在这个孩子口中听到 算是成全他的心愿 可片刻之后 莱蒂狠狠地将书舍在地上 他终究不是真的老师 可能这辈子也做不成老师 老感打算 教孩子们唱出莱蒂的曲 让莱蒂真正做一回老师 但校长突然叫走老感 说上边派干事来调查 老感意识到 自己这个老师是干不成的 老感另一个教学方法 却有真相 孩子们从自都不认识 到写出流畅的作文 学习兴趣得到极大的提升 但他不按教材教学 违反规定 要被上级推回大队 老感没有闹 因为一个人 微薄的力量 无法对抗沉重的环境 他们只能跟着社会机器运转 释仰西下 老感指挥孩子们演唱 与莱蒂合作的歌曲 在歌声中 结束他短暂的教师生涯 老感将唯一的一本字典 留给王佛 并在桌上写下给他的机遇 王佛 今后什么都不要吵 字典也不要吵了 老感一直处在迷茫之中 从大队尾派他到学校做老师 到他尝试学习上课 他一直都没明白 怎么做好老师 他曾经以为 自己另辟习近 从十字开始教书 自由地安排孩子们写作 这样就能教导有用的知识 结果最后 连老师的工作都交丢了 直到离开学校的那一刻 他才真正醒悟 超书没有用 教书也没有用 臣服的教学方法 早就根深蒂固 不从思想上破除束缚 激发人的创造性 就不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的僵化 让孩子们从盲从中挣脱出来 十年动乱的特殊年代 社会就处在一种偏激的状态中 而文化的苍白 更显得无奈和残酷 初三的孩子 连小学的子都不认识 整个学校只有一本教材 政治学习材料 却都为成小山 思想盲从 意志脆弱 教育僵化 社会灾难下的人 都仿佛成为没有灵魂的机器 丧失对人性和文化的思考 而本该是国家希望的孩子 尽管对文化有极度的渴求 却也在错误的教学中 失去了创造火力 整部影片中 台词并不多 许多镜头 都是配合空旷的背景音 即便不用语言 老敢和孩子们 孤独迷惘的眼神 人传递出强烈的情感 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里 教育断层的悲哀 以及对人性的摧残 电影结尾时 老敢站在全山之中 四周围绕着一串迷雾 老敢的命运 教育的未来 都隐藏在迷雾之下 只有打破迷雾 才能看到千细的风景 找回诗歌的教育 这部电影叫孩子王 我们下期再见